嗨 你们为什么日元从今年三月以来就一路暴跌 一直跌到1998年压州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一向稳如狗的日本国债为什么在六月份突然闪风 日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通货膨胀 但是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最近日本资本市场的动荡 还有和国际资本的博弈 首先啊为什么日元今年突然暴跌 我给你看一张图你就明白了 你看这个是美元的日元这一年的走势 而这个是美国和日本十年期国债利率的利差 你看神奇吧 是不是一目了然 这两条曲线的相关性也太高了吧 这不找着原因了吗 日元暴跌其实就是因为这条蓝线 也就是美国和日本十年期国债的利差 这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国债的收益率呢 你就可以把它近似理解成 你投资这个国家货币的收益率 所以说上日本的国债收益率 相对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越高 那相当于日元的投资回报率就越高 那大家不就都跑过来买日元吗 那日元就会升值 反之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就是说国债的利差和汇率 它是高度相关的 这也为什么美元一加息 你能看到很多国家都跟着一起加息 因为它如果不加息 就面临着汇率贬值的风险 这我稍微说一下 就这个图我当时画出来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 就是我知道它是正相关的 但没想到能够相关系数这么高 几乎就完全吻合 其实这也是个巧合 就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 它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为毕竟影响汇率的因素太多了 你不能单单就拿利率去解释 你看啊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2022年今年年初俄乌冲突导致了油价暴涨 同时再加上美元之前的刺激政策 就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严重 那美联储这边就要加息来抑制通胀 那美国十年期的利率就跟着涨 它和日本十年期的利差就增大 最终就导致了日元对美元暴跌 所以今年一整年啊 大家看美联储一直在加息 全球对冲基金就把做空日元 变成了Trade of the Year 就是全年最佳交易策略 因为日元吧 就是体量大流动性好 谁都能进来插一脚 那汇率的暴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啊 汇率的涨跌它不像我们看股票或者房地产 就感觉涨就是好 跌就是不好 咱来先看看它的好处 第一我钱贬值了 那我东西在国际市场上不就便宜了吗 所以它能刺激出口 第二呢 那国际的东西放我这不就卖贵了吗 所以它就能带来通胀 就之前我们讲的两期日本的视频也提过啊 日本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出口大股 就之前那几次危机 日元升值也是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日本就一直都在求日元贬值 那你说日本政府听到日元贬值 心里应该很高兴对吧 但是这回就不一样了 它不光是贬值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暴跌 日本政府它希望的肯定是可控的 缓慢的 稳定的 慢慢悠悠的跌下来 但这次的暴跌就非常可怕了 首先你看日元 从今年年初的115 一直跌到9月份大概140多 那就是说进口的商品都变贵了 而且油价更是翻了一倍多 而且这油价还是以美元 你要用日元剂它就更贵了 所以这下子通胀倒是来了 但大家一看这所有东西都更贵了 那肯定心理上也接受不了 那就都不买东西了 得 总需求下降 一个国家看经济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总需求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输入性的 就是成本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 它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 就具具实实带来的通胀 但是它有点本末倒置 通胀这里边知识点也比较多哈 我们之后可以单开一期细讲 而且日元暴跌还会带来一个更麻烦的后果 就是它会下退很多国际投资者 会导致日元这个货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下降 首先你想日本是个贸易大国 它长期要跟各国做很多大量的贸易 那这些贸易合作伙伴 肯定不希望你日元跟过山车似的暴涨暴跌 不光是贸易这边 金融市场它也不希望看到日元暴跌 你可能觉得货币暴涨暴跌 地位下降这感觉是非常显然的 但是对于日元这个货币 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日元的交易量如此之大 稳居全球第三的一个原因 就是套息交易 Carray Trade 注意了 这个链条可能会有点长 大家跟住了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元这边利率不是负的吗 那美元这边利率如果是2% 你就可以在日元这边 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到钱 然后把它换成美元 投到美债里边去赚那个美债的高利率 赚到过一阵时间之后 再把美元换成日元 这样你就可以利用美元和日元的利差 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所以这个套息交易 就从几乎2000年开始 变成全球非常流行的一种被动式收入 就是躺着赚钱的方式 全球很多基金 养老金 保险公司 都乐此不疲的在做这种交易 所以日元交易量才能如此之大 08年之前 日元的套息交易量 就达到了超过万亿美元 好 我们为什么要说到套息交易 因为对套息交易的投资者来讲 他肯定不是躺着赚钱 要不大家肯定都去那躺着了 它里边其实有一个风险 因为你想你在这里边 最开始要把日元换成美元 等你平仓的时候 就要把美元换成日元 所以这里边 其实是有汇率的风险在里头 假设你平仓的时候 发现日元特别贵了 那你换过去很可能得不偿失 你在利率这边赚钱 全都赔到汇率那边去了 可是这个风险呢 你要想对冲掉又很贵 那就没什么套利的空间了 所以说 你要想做这种套息交易 就一定得选那种非常稳定的币种 不然就不是纯套利了 而是一个考验心脏的策略 你看日元一直以来 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才这么受套息交易的投资者的欢迎 这回这么一波动 投资者一看 这个东西它不再适合套息交易了 你就会大量撤资 而且很多国家都会把日元作为外汇储备 你说要看着日元这么暴涨暴跌 那我肯定也不想再要这个储备了 当然也不说全不要 就是减少它的头寸 得你看日元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 就会下降 我稍微多说一嘴 其实不光是日元 瑞士也是一直维持着低利率 甚至负利率的政策 所以瑞士法郎也就成为了套息交易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瑞士 它的经济体量不是很大 但是货币交易量非常之大 为什么说日元和瑞士法郎 都是避险货币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套息交易 避险货币就是说 一旦遇到风险或者黑天鹅事件 大家就通通来买这个货币 你想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国际性的风险 或者黑天鹅事件 大家肯定都倾向于把自己头寸都清掉 就会也去清理个套息交易 而这时候他们的操作 就是买入瑞朗或者买入日元 这样就会导致瑞朗和日元 这两个价格上涨 所以久而久之 他们就变成了避险货币 就是safe haven currencies 好来咱们说回来 你看现在日元不是暴跌吗 那就造成了 一是总需求下降 第二是资本外逃 但日本政府肯定不高兴 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日元别那么贬值呢 其实是有的 咱刚刚不是分析吗 这个汇率 它是跟美国和日本国债利差 深度相关的 你想现在美国英国国债利率 都超过3%了 那日本还是0.25% 这么巨大的利差 那日元不跌 它等什么 按照这个逻辑 那我要不想让日元贬值 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那我就提高日本国债利率 不就得了吗 但问题是什么呢 咱上期也详细地聊过 日本正在进行QQE 就我不管印多少钱 我都得去买国债 就是要把十年期的利率 压在0.25以下 这稍微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利率和国债的价格 它是完全负相关的 就价格越高利率越低 所以我不停地买国债 我就能把利率压在0.25%以下 所以如果现在 日本要加息 让日元升值 那就和它长期坚持的 那个QQE的目的相悖了 那日本央行 现在面临最严峻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 跟全世界一起加息 来让日元别再贬值了 我记得当时就今年四五月份吧 金融市场里 最主要的话题 除了财美联储加息的节奏 就是猜日本央行会不会松口 如果不加息 那日元这边就接着暴跌 你也不知道它能跌到什么程度 你要再一直这么跌下去 那通胀可能就会更高 需求更萎缩 同时金融市场动荡 那如果加息呢 OK那贬值这可能会减缓 刚刚我们说那一圈问题 也都会缓解 但同时它就会抑制本国的经济 咱上期聊过 日本人口老龄化 同时信贷市场萎靡 这已经压制 总需求压制的很久了 你现在还让我加息 那这日本经济 不就更 残遭一圈了吗 而且加息它还有一个 更麻烦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政府的债务 那是冠绝全球 百分之两百六 但这债意味着什么呢 债你得还呀对吧 日本它得再借新债还旧债 那你要加息 借的这个新债 那利率就更高了 那你得付更高的利息去还 你看最近十几年 在利率几乎是零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每年要拿出 百分之二十的财政收入 就是去付它那些债券的利息 要是所有债券利率 都上涨百分之一的话 那日本政府就别干别的了 你光拿人家收入 去付利息都不够付的 所以想说什么 就如果加息 日本政府这边 它还债都还不赢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很多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就说国债不能超过GDP的百分之百 放松利率控制 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今年又是 央行行长黑田东燕任期的 最后一年 他也不想出什么幺蛾子 所以日本几乎所有的分析师 都认为 央行不太可能会放松 日本国债十年去收入利率 0.25这个上限 可是呢 就是有一些外子 他就不信这个鞋 他就觉得这个利率 是有可能放松的 于是他就去大量的做空 日本的国债和国债期货 就堵这个利率能涨上去 你想啊 假设政府一旦松口 不再去撒钱买国债了 那国债就会暴跌 利率就会上涨 那这帮人就会大赚一笔 今年三月份日元暴跌开始 就有这些外资 在不断地做空日本国债 就是想把这个利率 顶到0.25以上 而另一边呢 日本的央行就在那里 撒钱买买买 就要把这个利率压在0.25以下 就展开了这个国债保卫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日本那个 十年期国债率 就一直在0.25上下台湾 就从三月份开始 这个保卫战就越演越烈 国债交易量也在持续上升 尤其在今年6月份达到了高潮 多次出现日本国债盘中崩盘 然后央行立马出手 给买回来的情况 这些外资呢 就有点像索罗斯当年 攻击英镑的泰铢 他就希望让日本央行 看到市场的意愿 来逼迫央行就范 但日本央行这边 他不像索罗斯当年 攻击英镑的时候 英国政府那是不得不动用 外汇储备 来跟索罗斯做对抗 日本央行呢 我可以自己印钱 换句话说 就是我有无限量的弹药 那你想这外资 怎么可能刚得过 你看啊 这是日本央行 国债的买入速度 在6月份的时候 多印了万亿美元来买国债 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数量 从5月初到7月 增持了1000亿美元的 十年期国债 而且注意上 这就仅仅是十年期国债 你看买的猛的时候 到什么程度 就这个国债利率 在十年期那儿 硬是被买出来个糊 本来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就生生得给你摁住 就给你摁到0.25以下 那你说既然就知道 央行这边有无限量的弹药 那外资他傻吗 他为什么要跟这个 无限量的弹药去硬钢呢 其实他们想法 也能理解 他们并不是想跟央行去钢 而是想让央行看到市场的需求 然后松口 然后大赚一笔 毕竟你要是央行 你以前印的实在太多的话 你心里也发慌是吧 而且这里边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 就是这些外资在赌的这个事 它是一个成本和收益 不对等的赌注 你想啊 我赌的是国债利率上升 那假设我赌输了 就是说日本央行它能控制住 利率它再降也降不到哪去 毕竟需求在那摆着呢 所以我输也输不了多少钱 但我要是一旦赢了 这利率真上去了 那我就是有海量的收益 这就好比你花一块钱 去赌一个钱在一百块钱的收益 你输也就输一块 但你要赚 你可能赚一百 那就得看你预期的这个收益率 是不是正的 也就是央行放松的概率 会不会超过1% 结果日本本国的人 他对央行是极其信任的 央行说能控制住 他们就非常相信 才不会闲着去玩这个游戏 但是外资他就不信这个鞋 他总觉得有那么一线希望 所以就觉得花一块钱 去玩一把吧 赌的人多呢 央行就出来维持一下秩序 站出来说 我们一定会坚持 之前的利率政策 大家赶紧收拾收拾回带孩子吧 虽然啊 国债利率这边 央行是控制住了 但日元同样面临着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尴尬的处境 就日元的贬值 也没有什么缓解的迹象 所以日本这边前两天 也确实是坐不住了 就已经开始动用 自己的外汇储备 去干预拉高日元了 但是呢 也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 其实呢 日本央行和政府 现在的窘境啊 也是在过去整个30年里边 和通货紧缩斗争中 积攒了海量的债务 和央行高企的资产负债表 最近一受到国际冲击 它的债务问题 利率问题就都显现出来 所以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大起大落 日本终于让全世界的央行 和政府都明白了一件事 就不是什么问题 都能通过印钱来解决的 我们聊的最后两期 你听着好像感觉日本挺惨的 但你可千万别以为 日本人民都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就我们只是从宏观经济 还有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去聊 它本身底子很厚 而且社会福利也很好 国家虽然经济上增长乏力 但是人均的经济水平 包括幸福指数 在全球都是前列的 而且最主要寿命 也是全球第一 好 我们经过了三期 详细的梳理了一下 日本的经济泡沫 失落的三十年 还有最近的动荡 希望能帮大家 更好地了解日本的经济 同时也能感受到市场当中 这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 还有博弈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